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0号 星期六 亚洲时间3月21号 星期日 3月20号是拜登就任的第59天 在长达7周多的时间里边 拜登一直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 特别是19号 拜登连续摔倒三次 更让外界关注他的身体健康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月19号抵达印度 开启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 这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出访印度 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军事态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 进一步推动双边战略与国防关系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3月20号宣布 先年68岁的总理伊美兰·汉 已经被验出了中共病毒呈阳性 而在两天前他刚刚接种了中国疫苗 大陆也爆出有民众出现了同样情况 3月19号上海医众院审理了 维权人士陈建方案 当局指控他涉嫌煽动跌覆国家政权 当天有近70名公民前往旁听 但是遭到当局的强力维稳 将人们劫持到了上海市的维稳中心 联合国3月19号发布了最新的世界快乐报告 在149个调查国中 芬兰连续第四年被评为最快乐的国家 台湾位居第19位 仍然稳居东亚最快乐国家 截至到美东时间3月20号下午3点 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51万3,225人 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亿2,322万6,413人 死亡总数是271万8,658人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正式的话题 美中高层会晤结束了 双方除了吵架之外 闭门会谈当中 是谈到了一些东西 但是美中双方对外公告却大不相同 前国务卿蓬佩奥再发推文 暗示可能要参选2024 共和党很可能会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最近世界各地灾难频发 日本发生了7.2级地震 冰岛一座6000年的火山苏醒了 美国媒体提醒人们要对自然界心存敬畏 我要跟大家探讨的是 这个世上有没有神呢 如果有他们在哪呢 希望大家能够完整地看完今天的节目 尤其是最后的回复网友的部分 更希望大家能认真地看一看 并做一番思考 昨天美中高层在阿拉斯加进行了三场会谈 除了开场白是公开亮相之外 其余的都是闭门会谈 前面公开亮相的部分 因为杨洁篪的表现 中共大小媒体可着劲地吹 其中胡锡进就得意洋洋了 说中共官员为中共出了口恶气 还说这是美中建交以来 第一次当众回击美方的傲慢攻击 另外还说美国老虎的屁股 我们都能摸等等 胡雕每次遇到类似这种事 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所以他说什么 大家不必当真 他也就只能看到这些 就像那个蚂蚱一样 一年有四季 但是蚂蚱最多能看到三季 像美中双方闭门会谈的这种真实情况 中共是不会让人们知道的 咱们先看中共政治局委员 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还有中共外长王毅 他们对中共媒体的说法 分析分析他们所说的背后 也可以知道背后是有内容的 杨洁篪表示说 这次战略沟通坦率 具建设性和友谊 但他也指出 美中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重要分析 王毅则表示说 美中都有各自的关切 有些疑虑可以通过对话 加以缓解 有些问题可以通过对话 管控 从杨王的话中 我们可以看出 美中不仅是有分析 而且是重要分析 双方闭门的会谈 主要就是谈了这些分析 但究竟怎么谈 那就难说了 昨天我就说 有媒体记者在场的时候 双方表现的是唇枪舌剑 因为这是公开的 要给人看 但闭门会谈究竟怎么样 那可能就有另外情况出现了 甚至有可能会有台下交易 随后不长时间 美中双方分别发布了公告 美国国务院官网 是全文发表了 双方会谈的逐字稿 基本上就是完整记录了 双方发言的情况 但是中共外交部官网 发表的这个会谈消息 通篇只有开头一句话 是提到了美方发言 这句话是这么说 说在美方发表开场白后 就这一句话之后 再就没有美方发言的内容了 剩下的都是杨洁篪 王毅 他们的发言内容 中国人常说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对比美中双方的公告 大家愿意相信谁的呢 作为我本人来说 我肯定是不相信中共的公告的 但是我也不完全相信美方的公告 因为我对拜登政府也没有信心 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比较 看看双方有什么不同 对于核心关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一项 美中双方都有提及 美方的公告是 在一些领域 包括中共在新疆 香港 西藏上的行为 以及其越来越多的在台湾问题上 以及在网络上的攻击行动 存在根本性分歧 当美方明确而直接的提出上述关切时 得到的是中方防御性的回应 中方在公告中用了大量篇幅 是重复过去的批美言论 并且将杨洁篪和王毅 在第一天开场白章中 超时战狼言论纳入了其中 在美中继续高层沟通 这一项美方没有提到 后续以什么样的方式沟通 只是引用了国安顾问苏立文的说法 说我们将继续与中国合作 继续前进 中方公告表示 说双方都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构通 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 2月11日通话精神 保持对话沟通 开展互利合作 防止误解误判 避免冲突对抗 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关于气候变化合作这方面 美方用的是国务卿布林肯的话 说在伊朗朝鲜阿富汗气候问题上 我们的利益是相互交织的 中方公告表示 双方均致力于加强在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合作 双方将建立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 对于台湾问题 美方没有具体谈及 但是中共公告表示 美方重申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美方也没有具体说疫苗的问题 但是中方具体说了 说双方探讨 为各自外交领事人员接种新冠疫苗 做出对等安排 美方对领事工作媒体记者的问题 也没有具体说 但中共方面表示 双方将本着对等互惠的精神 就便利彼此外交领事机构和人员活动 以及媒体记者相关问题进行商谈 对于旅行和签证问题 美方表示 18号晚上发出的简报提及 拜登政府对放宽川普时期 对中国公民实施的一些签证限制 持开放态度 中共方面则表示 双方讨论了根据疫情形势 调整相关旅行和签证政策 并逐步推动中美人员往来 正常化事宜 关于伊朗和阿富汗问题 美方引用的是苏利文的说法 说会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 就伊朗阿富汗等问题进行协商 而中共则表示 双方还讨论了经贸 两军 执法 人文 卫生 网络 安全 以及气候变化 伊朗 河 阿富汗 朝鲜半岛 缅甸等一系列问题 同意保持和加强沟通协调 对于取消关税和制裁迫害人权的 中共官员问题 美方公告表示 18号晚发出的简报提及 美方对中方要求的放松关税 和对中共官员放松制裁 不持开放态度 并且引用布林肯在19号的说法 说在经济 贸易和技术问题上 我们告诉对方 我们正在与国会 与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 密切协商审查这些问题 我们将以充分保护和促进工人 和企业利益的道路继续前进 但是对这两项 中共都没有提 今早我在回复网友的留言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说闭门会议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可能是战狼腿软 说一些小话 求美帝开恩 另一个可能是败家人腿软 向习总跪了 美国做出一些让步 但是不管哪一种情况 两边都会捡那些见光的说给百姓 说给自己本国的百姓 特别是中共 所以咱们真得慢慢看 会有真相出来的 说败家人腿软 相信大家都理解 这不光是我在说 有太多人都不相信拜登政府 应对中共的政策 尤其是共和党人 前国务卿蓬佩奥就说 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公开场合说的很强硬 但最终会试图按照中共的条件 而不是代表美国人的利益 与中方达成协议 可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担心 所以蓬佩奥昨天发出了一则意味深长的推文 1327天 昨天是3月19号 美中会谈激烈交锋的第二天 蓬佩奥发出这样的推文 点评了美中第一天的会谈 说实力才能威慑坏人 软弱只会招致战争 之后就发出了这个意味深长的数字 1327天 我们根据维基百科的这个记载 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日 是11月5号要举行 而昨天3月19号 距离大选日正好是1327天 也就是说 蓬佩奥可能是又一次在暗示 他可能要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 此前蓬佩奥也曾经有过暗示 在卸任的第二天 就是1月20号 他在推特上就发出了一个 1384天的推文 那一天 距离下次总统大选正好就是1384天 本月初呢 福克斯知名主持人汉尼提 曾经采访蓬佩奥 蓬佩奥当时也表示 说不排除会参加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蓬佩奥是在为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 在做着倒计时 福克斯表示 蓬佩奥下周将要去爱荷华州进行造势宣传 根据历史经验 在这个爱荷华州表现好的 一般都有机会抬升选情 所以从1972年开始 历届参选者都会在这里投入大量的选战经费 除了蓬佩奥之外 还有几位共和党人 也表现出了参选意向 包括佛州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 还有南卡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 他们将在下个月 也是分别前往爱荷华州 另外上周 川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 也曾经暗示 是不是参选将在中期选举后做出决定 也就是说 在明年2022年的11月 川普可能在那之后 要做出决定是不是参选 爱荷华州共和党常任主席 杰夫考夫曼他表示 说今年可能会有更多 2024年竞争者前来参观 他对福克斯表示 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 请继续关注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最近世界各地的灾难性的事件 是接连不断的出现 前两天北京刚刚发生了 近十年来最强的沙尘暴 那今天20号 日本发生了多次地震 其中最强的一次震级 是达到了7.2级 昨天晚上 冰岛一座蛰伏了6000年的火山 昨天喷发了 日本方通协会NHK报道 当地时间今天下午的6点09分 日本工程县外海发生了多次地震 最强震级达到7.2级 震源深度大约是60公里 然后6点11分的日本气象厅 就发布了海啸警报 说预计将有1米高的海啸要出现 不过到了7点31分 海啸警报解除了 NHK报道 截着到下午的6点15分 地震造成工程县 立元市200户家庭停电 视频中显示 地震的时候 仙台晃动得很厉害 镇央400公里以外的东京 也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摇晃 目前已经确认了 福岛的第一核电 第二核电厂都没有任何异常 工程县的女川核电厂 已经停止营运了 而东电正在确认状况 这次地震造成了一些地区停电 致使东北7条新干线停驶 日本的网友表示 许多列车因为停电 就停在了轨道上 月台上的乘客也没有办法上车 此外福岛县关闭了部分高速公路 近临工程县的岩守县和大船渡市 还紧急设立了69个避难所 日本是一个经常发生地震的国家 所以在这么大的地震面前 人们并没有表现的惊慌失措 说起地震就得说说冰岛 在过去三周多的时间 冰岛发生了4万多次 大大小小的地震 这种史无前例的现象 科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在15号就预言说近期可能会出现 壮观的火山喷发 果然被科学家言中了 昨天晚上8点45分 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西南20英里的 法格拉斯山脉火山开始喷发了 气象部门根据卫星图像确认 火山口大约有550码 也就是大约503米左右 火热的熔岩喷泉 很快向下流淌 几个小时以后 熔岩在山下移动了0.1英里左右 覆盖了大约0.4英里左右的区域 在20英里以外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熔岩发出的光芒 夜空被染成了红色 当地已经划设了禁飞区 紧急事务管理部门表示说 虽然距离火山最近的道路 有1.5英里 但是当局还是紧急关闭了附近的道路 并且警告居民 空气污染可能会对当地形成影响 冰岛总理推文表示说 正在密切监视着局势 目前对周边城镇还没有构成威胁 但他仍然提醒人们 注意安全 远离事发地点 不过气象部门表示说 这次火山喷发的规模 现阶段很小 这次喷发的法格拉斯山脉火山 此前一直都是处于休眠状态 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 那现在似乎是睡醒了 美联社报道 这次喷发是雷克雅维克半岛在781年来的第一次喷发 而华盛顿邮报道表示 沉睡6000年的火山喷发 人们对自然界应该不只是震惊了 而是应该感到敬畏 是这样的 很多自然界的事情呢 以目前的人类科学是根本解释不了的 没有办法探明原因 所以人们应该对这些生出敬畏之心 只有心存敬畏 人们才会不断地检讨自己的言行 以顺天应人得到神佛的护佑 说到神佛 下面我就回应一些网友的问题 前段时间曾经有网友给我发信 说他自己是无神论者 所以对我在节目中所说的一些内容并不接受 他知道我曾经在节目中说过 我是有神论者 所以他就问我 神在哪啊 说真的他这样问我 当时真把我问到了 当时我尝试着想回复他 但是总觉得缺少说服力 所以就一直拖着 但是我一直在想 怎么跟他来说呢 最近我看到一个视频 深深地震撼到了我 我觉得这个视频不仅可以跟大家分享 还可以帮助我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 我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不到七分钟 不管您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看一遍 甚至多看几遍 我是反复看了几遍 每看一次 我都是被深深地震撼着 也使我的思维被进一步拓展了 看过视频之后呢 我们再来说有没有神 就容易多了 视频有没有觉得这个宇宙很大呢 我是真有这种感觉 以前呢 我觉得地球已经很大了 但是通过这个视频中 这些星球尺寸的比较 在人类的认知当中 还有比地球大许多倍的星球 其实这个问题呢 科学家很早以前就告诉过我们 在肉眼所见的那些星星当中 大于地球的恒星是数都数不过来 无计其数 这段视频我第一次看 就被强烈的震撼了 随后我接着看了第二遍 第三遍 每看一次 跟大家说真话 我都会流眼泪 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我的感受 真的 人类在这个宇宙当中 实在是太渺小了 渺小的微不足道 什么都算不上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 在整个可见的这个宇宙空间当中 科学家们已经探索到了 大约是700万亿亿颗恒星 也就是700兆亿颗恒星 如果用数字写出来 就是在7的后面 要写上22个0 就是这么庞大的数字 这是科学家们探索到的宇宙 那还有多少探测不到的呢 估计包括最顶级 最伟大的科学家 爱因斯坦 纽顿 他们也不知一定知道 前天 法新社和CNN都报道 科学家们通过欧洲天文台的 甚大望远镜 经过八个月的观测 终于发现了宇宙网 这项研究成果 发表在了天文与天体物理学上 甚大望远镜 这是目前最强大的观测系统之一 观测到的宇宙深度 有40%是超过哈勃望远镜的范围 说到哈勃望远镜 我先插一个小插序 1993年 美国宇航局在聚焦遥远天际的一个星团的时候 无意中拍摄到了天国世界 这个照片在网络上是能够查到的 有兴趣的呢 大家可以去搜索看看 大家想 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 难道只有我们人类是最智慧的吗 那么多的星球 别的星球上有没有可能存在着生命呢 如果有 那些生命会不会比人类高级呢 一个地球都能装下几十亿人 那无数的星球上会有多少生命呢 更神奇的是 这个宇宙中密密麻麻的星球 我们看上去是错终复杂 可是每一个星球 它都有自己独自运行的轨迹 而且有条不紊 这不是令人感到神奇吗 曾经有一位记者 问过这个爱因斯坦 请他来谈谈对神是否存在的看法 当时爱因斯坦呢 刚刚送走了一位朋友 他看到桌子上的那些糖果啊 饼干啊 还有咖啡杯 就说 记者先生 您知道是谁将咖啡等这些东西 安放在这里的吗 记者说了 当然是您啊 爱因斯坦接着说 小到咖啡杯这些东西 尚且需要一种力量来安排 那么请想一想 宇宙拥有多少星球 每一个星球 按照某一个轨道运行无间 这种安排运行的力量 就是神 纽顿也有一个故事 他有一个朋友 就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哈雷 哈雷呢 因为推算出一个彗星的轨道 后来那颗彗星 就被命名为是哈雷彗星 这么伟大的科学家 哈雷最初是不相信有神的 他不认为宇宙天体是神创造的 有一次呢 纽顿是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 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太阳 然后四周呢 对应着天体秩序排列着各大行星 一拉动取柄 各个行星立即就照着自己的轨道 这么和谐的运转 非常美妙 有一天哈雷呢 来拜访牛顿 见到了这个模型 哈雷摆弄了好久 一个劲的惊叹叫好 他就问牛顿说 这是谁造的呢 牛顿说 这个模型没有人设计和制造 只不过呢 是偶然各种材料碰巧碰在一起而形成的 哈雷说 无论如何 必定有创造他的人 无疑是位天才 这时候牛顿就拍着哈雷的肩膀说 这个模型虽然精巧 但比起真正太阳系 实在算不了什么 你尚且相信这个模型一定有制造他的人 那么比这个模型精巧亿万倍的太阳系 岂不是全能的神 用高度智慧创造出来的吗 这时候哈雷是恍然大悟 从此他也相信 有神存在 爱因斯坦在一次访谈中说 有些人认为宗教不合乎科学道理 我是一位研究科学的人 我深切知道 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存在 不能证明某种物体不存在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 并不能断定它就是不存在 爱因斯坦接着说 今天科学无法证明神的存在 是因为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 并不是神不存在 关于有没有神 神在哪里的问题 我想呢 我已经表达完了 希望能够对您有一点启发 如果您相信有神的存在 那么我们再把话题稍微的展开一点 共产党宣传无神论 那么大家想一想 加入共产党的各种组织 跟着共产党走 是不是很危险呢 一定是的 这就是我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说 如果您曾经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一定要声明退出来 大家明白了吗 那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 请别忘记点赞订阅 并且尽可能的帮我们把这个频道转发出去 因为真相对每一个人都至关重要 很多人都看过电影新德勒的名单 新德勒暗中保护 并且救下了很多的犹太人 到现在一直被人们传送着 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么一位德国人 他救下了20万中国人 被称为是东方的新德勒 在今天的会员区 我就为您讲述一个 德国商人约翰的故事 欢迎大家到游乐客会员区了解更多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